小姐 我身上有点陷阱一直没用你掉 我把它给你吧 什么现金 陷阱 陷阱十多块钱 我一直用不掉 前面就是我以前干活的地方 我是2016年到2019年在这个山珍干了三年活 同一个喇叭开了两个坟墓墓 前面那个坟墓墓干了两年 后面那个坟墓墓干了一年 这里就是我干活的第一个地方 设计大厦 很高的一层楼 22楼 全部都是那个设计公司 我在这里干了两年 后来就 丢到另外一个地方去了 到了 到了 看一下 哇 好像有变化呀 比已经好看多了 就是这一栋楼啊 这个是我在深圳干活的 第一个地方 22层楼的 它这个大厦应该说是发新的 所以这个后面不一样了 感觉比以前好多了 虽然说三年没来了 但是这个地方我还是很熟悉的 然后一直往前走 就是滑翔北呀 我锁在这里什么圈 写透是吧 没事 我就随便看一下 我就走了 那放在什么地方 哦 好好 算了 我进去看了 就在这个外面看一下 算了 它这个地方就是一个卖手机的地方 还有卖那个电脑配件呢 走了 这个人这么多 这个滑翔北是深圳人最多的地方了 这里就是滑翔北了 就是一条街 这一条街的话呢 那个车子是不让过的 相当于那个横跌的步行街 相当于横跌的那个万城街 然后这个里面有卖电脑的 卖手机的 还有电影院 各式各样 卖那个电子产品的 卖电子零件的 那边也是 反正是很长的一条街啊 这个地方也是滑翔北的一部分 它反正卖各种电子产品 好了 今天在深圳多了一圈 现在天快黑了 找个地方 啊 论营吧 这个地方是一样的 春水马龙 啊 没想到 这个球上有一个鸡头的 看样子是一个老大爷 哎 明知道他比我有钱 但是他这个人啊已经老了 是吧 有没有什么输入 所以给他一块钱吧 大爷 啊 哎 这里有个卖黄地椒的 这个是黄地椒吗 这个多少钱一斤 六块啊 六块买一点吧 买一斤吧 好米果 是吧 这个事情 这个 青芒果 这个多少钱一斤青芒果 十五 都是十五 我就买个三块钱可以吗 三块钱啊 三块钱怎么买 三块钱就是一斤十五 二两三块钱 二两三块钱 很脆 还很甜 味道不错啊 现在来到深圳市 这个楼边自行时候都写不了 今天晚上随便吃一点蒜了 到这个沙山小时 去一个 鸭腿饭 今天晚上 到深圳市的 那个莲花山公园里面露营 好像这个里面有人打帐篷啊 到了有个帐篷 刚刚那个人不是在露营吗 我刚刚用我的那个灯光照了一下 他就把那个帐篷收起来了 哇 哇 那个建筑 太漂亮了 他们那个房子的颜色是随时在变的 这里是这个公园的广场 很多人在这里玩 尤其是最前面那边 那个人更多 哎 本来想到公园里面露营的 被那个板空出来了 板说那里面不可以露营 这个就是刚刚那个大的广场呀 现在他又我坐那个电梯下去 这个楼梯就是上那个公园的路啊 那个把把我带出来了 他说这个下面可以露营 现在是晚上11点了 那个板说过晚上11点以后 就可以打帐篷了 现在那些板都下班了 然后在这里发现了一位 兄弟他应该比我大吧 兄弟你你住这里吗 那你比我行啊 那我应该叫老弟 你是哪里人啊 我是北方人 北方就是在在神圳打拼是吧 你晚上你就睡在这个上面吗 没有人管你吗 没有 你去到这里能不能 干上位子不冷吗 哦 那个都是你的那个那个 呃 全身家当那个自行车是吧 哦 我跟你一样我也是搞个自行车的到处跑的 嗯 你在这里一个月可以赚多少钱 赚几百 一个月才几百块钱 嗯 那太傻了 嗯 你怎么不找一份工作呢 找不到 不会吧 我和你好像挺有文化的你还戴着眼镜啊 没有文化 哦你是什么文化 高中文化还不文化哈哈 高中文化很有文化的 好了我睡的 哦有了睡觉的啊 好行那你睡吧那我就不打扰你了 啊 这位兄弟也不容易啊 他这个晚上的话就睡在这里 行那我也是接了我睡那个里面 刚刚那个兄弟不容易啊 我刚刚喝水的那个瓶子 他看待了我一丢他就立马就要走了 这位兄弟 他的身子好像有残疾啊 然后找不到工作 他就在这个深圳啊捡费品啊 他说一个月赚几百块钱 太难了 我是有现金 我给他的现金吧 因为我身上带的现金啊一直没用掉 上一次不是有10块钱给那个大叔吗他不要 这一次我给他算了 这里有15块5毛钱15块5毛钱 这个现金一直放在身上都没用掉 兄弟 我身上有点现金一直没用掉我把你把它给你吧 什么现金 现金 哈哈哈 现金十多块钱我一直用不掉 好的 哈哈哈 我看你很不容易的 嗯 行让你睡觉吧 我再来瞄一下我这个今晚的露营之地 就是这个角落里面 这个是那个法恩说的 搞定了 现在又可以睡一个舒服的觉了 啊 第三个 嗯 谢谢 关 삶